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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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管不了 我只能表示我的意见 表示我的态度 你会拍着桌子表示吗 没有 不能拍错 最后只能表示呢 道理跟你讲明白了 那臭小子不灵 你要是非要坚持 你去坚持 哪天碰壁了 你自个明白 那你会不认我吗 不可能不认你 不可能不认 因为毕竟是我的女儿嘛 没得选 没得选 这个没得选 所以遇上相亲和恋爱 父母跟子女究竟要怎么选 先请听《易大学言》 如果在古代 这个婚姻的规矩是父母之命没说之言 真正弄清楚这个问题 必须说清楚什么叫婚姻 婚姻跟爱情是两回事 爱情肯定是自己的事情 那婚姻为什么要父母之命没说之言呢 这就是婚姻二字的准确答案 婚就是娶媳妇 所以岳父岳母叫婚 婴就是嫂婆家 所以公公婆婆叫婴 合起来叫婚姻 按照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观 婚姻跟夫妻双方当事人没关系 那我们下来又要问一个问题 既然这个婚姻跟双方当事人是没关系的 干嘛要接这个婚 她的目的在哪 传终接代 没那么简单 这个婚姻既然是双方家族的事情 那我们就要问男方家族的目的是什么 女方家族的目的是什么 双方家族的目的是续血统 就经常通常大家说的传宗接代 因此传统这个社会的婚礼里面有一个仪式 就是新娘迎进来以后 进门之前要在前面铺布袋 前面放两颗布袋 走到第一块 走到第二块的时候 马上有人把后面那个布袋再放到前面 他再往前走 再把布袋移到前面再往前走 这叫什么呢 代代相传 然后昏黄上要放什么 红枣 红枣花生 核桃 核桃 还有什么 莲子 对啊 红枣 板栗 莲子 花生 红枣和板栗叫什么呢 叫枣枣栗子 枣栗子 枣生儿子嘛 莲子什么意思呢 莲莲生子 花生什么意思 侯宝林说的 放花生叫花达着生 生个男的生个女的 生个男的生个女的 反正你得生 如果这个做妻子的生不出儿子 叫什么 无粗 也叫无事 没有妻子的人 对 一指消输便可打发 那你不生儿子要你干嘛呢 你还下蛋呢 这是男方家族的目的啊 那女方家族的目的是什么呢 女方家族的目的是给自己家的闺女 找个归宿 俗话说 嫁汉嫁汉 穿衣吃饭 她就是奔着生活去的 而且还有一条规矩 古代 就是一个女孩 如果没有婆家 或者 结婚以后被夫家修了 没地方买 你死了 买哪了 你不能买你自己家 自己家买男人的 买男人和男人的配偶的 那你又没有婆家 你买哪去 死无葬身之地 对 死无葬身之地 只能做孤魂野鬼 就是找归宿 双方的目的是接亲缘 也就是建立新的人际关系网 所以才讲门当户对 所以才讲礼上往来 所以才有子妇为婚 所以才有汉胡和亲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 这个很多做父母的呢 还是传统观念 这事得我来做主 希望你这个家里的孩子 又谈到终身大事 马上就表态说 全凭爹爹做主 他最希望对 但现在孩子都很独立 很自主 他们就会产生矛盾 往往就有不听爹妈的 比方说这个李磊 据我所知 他就是个不听他爹妈的 我又不我站在您身边 你过来 给大家回房去吧 今天啊 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朋友 他呢就真的是因为 择偶问题 遇到了纠结 到底怎么回事 先看一看 我叫李磊 我最近很烦很烦 我想治一下 我终将逝去的青春 因为 我喜欢赵薇 我给他画了一幅油画 却被王忠雷给看上了 我渴望恋爱 我遇到忠义的姑娘 却被俺娘给否定了 还有 我妈给我安排了恩赐相亲 很累很累 感觉不会再爱了 我真想大喊一声 我的青春 我做主 喊什么 跟我赵薇 好 回到我们一起聊聊 百家争鸣的现场啊 既然咱们坐下来了 就安安心心的说说话 刚刚看了这个VCR 我先问问咱们两位聊客啊 这小伙子现在被人称为 相亲弟 但是他说 我相这么多次亲 我喜欢的姑娘被我娘否定了 你们两个到底支持谁啊 我反对他娘的做法 他娘的做法 不要快 那三个字不能念得快 我还觉得他妈妈有一些做 他的部分做法 我是在做的 因为刚才现场的态度 是非常旗帜鲜明的 那我们就把相亲弟李憨请出来 听听他怎么说 来 你们闭着头脑有点紧张啊 是 真的有点紧张啊 你到底生过多少次亲啊 怎么就被人称为 记不清了 很多次了 这香了 几十次听了 就没有遇到一个你喜欢的 我主要我比较 我个人比较喜欢 不期而遇的恋爱 我不喜欢那一种 有目的性的 好 我来到这儿是为了和你交往 因为家里的家长关系也比较好 我们两个人本着以结婚的目的交往 所有的东西都要规规矩矩的 就大家也刚才听我们跟李翰一起聊了聊啊 就会发现他是一个很温和很有礼貌的孩子 可是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他之所以到我们这节目里来 是跟妈妈这个关系有点郁闷了 对不对 心里头有点烦的 易老师这么好不好 我们就做一档一起聊聊的电台节目 原因是这两位聊客呀 都在电台主持过情感类节目 都很火爆 专做媒的 对 那么李翰呢 把你最郁闷和最苦恼的事 用热线电话的方式啊 打进来 我们跟两位专家一起聊聊 喂 喂 您好 老师您好 你好 我有很烦心的事想要咨询您 您能帮我解决一下吗 您多大了 我今年二十三岁 二十三 肯定是跟恋爱有关的 对 我的妈妈总是在择偶上 要求我很多东西 我认为年轻人恋爱应该自由一点 人这辈子来到这个世界上都不容易 为什么不能让我有一个选择的机会呢 你从来就没有跟妈妈提出过不同的意见 是不是啊 没有 但只是心里会不开心 所以我觉得你的青春气延后了 你属于到现在还没有断奶的人了 你二十三岁了还不敢提出一个不字 你从来没跟妈妈当面对抗过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断奶 可是和她对抗她会伤心啊 我妈妈的绝招就是对着窗户两行清泪这样 就很伤心 那你为什么不能勇敢的说 你说妈我理解 但是我现在呢还不着急 我现在还忙着要工作 要找到一个什么合适的 我还考虑我的前途 找对象我会考虑的 您放心 为什么不去这么跟她说呢 我这样说过 然后我妈会说 你不着急 我着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工作 你去工作 结完婚以后 所有的事儿 孩子什么的 我来带 不用你操作 你都想好了 我觉得我们二十三岁了 应该是个大人了 成长过程中是一定有矛盾冲突的 就矛盾 你不要怕妈妈流眼泪 没关系的 在冲突当中 我们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可是你从来都不要 去粉饰那种所有的矛盾 结果就是 你带着笑脸陪妈妈 然后自己心里很纠结 于是你就含着奶嘴 你知道吗 一直一直到二十三岁 你还含着这个奶嘴 不肯丢掉 你一定要丢掉它 这不是妈妈的问题 这很多的问题在你身上 好 那么咱们先听听 李憨的说法 我想自由恋爱 就不管是找谁 这件事情你管不着 哪怕是我结不结婚 要不要孩子这件事 那你就更管不着了 我觉得这些事情 都应该让我自己来选择 所以父母该不该干涉孩子 我们今天李憨坐在这 李憨的妈妈也来了 你们说了都不算 咱们也听听妈妈怎么说的 来 有请李憨的妈妈 你好 你好 来 来 哎呦 这就是有无所感觉的 她妈妈呢 你看你一出场她家 你说 好多人都想做的儿子 我妈很漂亮 谢谢 李憨好像心里头有点矛盾的 平时在家也不敢跟您说 我就特别好奇 她很优秀啊 她当然很优秀 我们刚才都认为她很优秀 可她这么优秀 那你为什么这么担心 她找不着女朋友 那么早让她相亲呢 正因为她特别优秀 我也不愿意在这方面再失误 失误 对 您担心什么呀 当然现在女孩子也都很好 但是有时整体的素质 我有时不太喜欢 再有一个就是尽量是门当户对 父母和她的有一定的文化抵御 再有一个她的生活习惯 以后她们结合以后呢 就是不会出现好多麻烦 所以你认为她是看不清楚的 你火眼金睛能帮她把个关 也不能这么说 她也很有主见 就是我帮帮她 扶植一下她 你看你认可这种方式吗 说到大的 是管这种 就是管择偶上的事 说到小的 穿衣服也会管 我妈不允许我染头 不允许我打耳洞 不允许我穿破洞的牛仔裤 上网的时候也要管 我还好还好我妈不会发微博 她没有微博 微博是我唯一的小小的自由空间 妈妈在不该干涉她 我觉得是可以适度干涉的 因为这是你们相处的模式 就你们母子俩的模式 不是今天而起形成的 它是长期以来你们家庭的模式 所以并不说今天我叫妈妈扫干涉了 妈妈就会扫干涉 你就能获得自由 我们来这里是干嘛的 解决问题的 这个问题的根处在哪 是你们这个亲子关系建立的时候 就是这样一个妈妈主导狮子王式的 你是一个小白羊 已经形成了要一点一点的解冻 绝对不是说我今天来抱怨一下 咱们说你妈妈两句就可以搞定的 在你们家庭当中 这个狮子王是永远在那的 你怎么样尊举你的权利 你就要学会用你的智慧 用你男人一样的智慧 跟这个狮子王做斗争 我做相伴到黎明的时候 节目私下里有一次呢 一个妈妈给我打电话 大概比您还年纪大一点 因为那个女儿已经三十岁了 妈妈说哎呀 万峰啊 我这个女儿怎么再老不结婚呢 条件很好啊 长得也很好 在什么企业工作 月薪都那个年代好 五六年前六七年前 月薪都两三万了 她就是不找对象 我说光听您说 我说我没法判断啊 好好我女儿在旁边 叫她来说 女儿接着电话了 结果女儿一接电话 我说你不找对象 没有啊 我找一个 我妈妈反对一个 我找一个 我妈妈反对一个 对 你看 你看她说 我最近前不久又找了一个 我妈妈不乐意 说什么呢 这个嫌 这个男的是秃顶 秃顶 这也嫌 这就太极端 你叫我怎么找对象 我找一个 她反对一个 你有遇过你喜欢的女孩子 妈妈不喜欢的吗 怎么办呢 有遇到过 然后我妈就会 不让你出去 就把你囚禁起来 然后有的时候 我接电话的时候 我喜欢在房间里关门 关门 或者是跟朋友视频啊 接电话啊什么的 她一会儿进来 我在那跟朋友正聊QQ的时候 她一会儿进来 吃个水果 往那层屋上 死丁 然后一会儿 又说 喝个酸奶吧 就进来溜一圈 打个电话的时候 哎呀 还关门门 有什么背着妈妈的事啊 她说的是事实吗 有些对 有些不对 我是给她确实 水果 这样我真的觉得 是不对的 你自己也年轻过 回想想自己年轻 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 我是很不愿意 大人 这个知道自己的一些事情 不要说年轻 就是小 儿童 你自己带孩子 人应该知道 儿童 幼儿园 那么年龄的儿童 他们玩一个过家 家都不愿意大人看 但是一老师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世界 这个一定得尊重 是 但是父母是孩子 第一个老师 因为像他同年龄的孩子 也有进行失误的 也有进在 好 这就是你刚才的纠结之一 对 就说你不愿意 他人生道路上有曲折 对 我告诉你 错了 没有人 没有挫折就不会有成功 就不是人生 对 虽然失败不一定是成功之母 但没有失败一定没有成功 但是 我告诉你 没有挫折的人是长不大的 这个我承认 对 据说以后是成功之母 这个我也理解 对呀 那你怕什么呢 不是怕什么 因为我扶植他一下 你比如现在像这种90后的孩子 不是扶植拜托了 大姐 你是干预 有的时候他会看 哎呀 这女孩很漂亮 有可能他是拿着双眼皮 或者是鼻子垫的 或者是这方面 这我是60年 我比较保守 以他是整个容的 对 你听着这是一方面 我比较保守 我愿意找一个真正的有修养的 一个文化抵御的 父母呢 也都有意见 这样呢 他们以后生存就减少好多麻烦 这是第一 第二个 有时女孩子把钱看得太重 你看有的是介绍对象什么 家里有房吗 父母干什么的 有没有什么的具体收入 这个我觉得很世俗 因为我非常不喜欢 第二 第三个 因为我和他爸爸就是 我们长辈父母都是抗日的干部 都岁数很大 都三几年干 因为就我们这种就是老同志比较 我觉得特别稳定 其次呢 就是可以说是比一双飞 家里区别和这对方呢 没有悬出力那么大 我在教育他方面 我还比较陈旧 这个我不得不 可以说是我童年的人 我也承认 但是我希望他 就是稳稳当当的走这个人生 不要太张扬了 你就那么不相信他的鉴别能力吗 因为他总归还是小 好 是的 对 他总归还是小 他总归是没有经验 你不让他自个儿去试 请问你准备他哪天有经验 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我就现在叫他理论联系实际 我平常说着 他平常看着 这样的对比的走 但是我不客气地问一下妈妈 您刚才说了这么多 我会想一个 您对儿子是极端的不信任 您认为这儿子呢 是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 您总认为 一方面说儿子好优秀 但是实际上 这儿子是我不放心 不怎么不怎么的 我们感觉到您的儿子 跟您的描述是相反的 正因为您觉得儿子不优秀 我在那儿盯着他 我在那儿扶着他 您要是相信儿子能辨别是非 不是很好吗 就好比北方 咱们现在不生炉子了 过去生北京不是烤火吗 铁皮炉子 如果你让孩子永远不去碰这个炉子 他怎么知道这个炉子是烫的 不是 我敢说过下 你看我来听他说 李财奇 我觉得不能就欺负妈一个人 我曾经初恋的时候 我父母就坚决反对 然后我自己做主 结果我到现在还是单身 你后悔吗 我不后悔 但是 但是我觉得爸妈的话是对的 我觉得错误在哪里呢 不是妈妈错也不是我错 而是沟通出了问题 就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妈妈的关心 是儿子能听得进去 儿子的状态 妈妈也能接受 就这个彼此的沟通 其实解决问题的关键 妈妈有时候管的太多 我那时候就坚决 要跟他们对着干 其实反而是错了 所以我就觉得 他们说的对的 你也不听了 对 所以我为了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孩 他也有可能是这样 就是妈妈管的太多了 其实有些我也蛮喜欢的 可是我也不喜欢了 你这样的例子 我们在电台里节目太多了 很多孩子跟我说 王老师 哎呀 我要早知道 早听你的节目就好了 当初我就是跟我父母对着干 中国就没有卖报回药的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孩子就是孩子一个成长 你真的了解你的儿子吗 了解 你了解 你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姑娘吗 知道 你确定 好 李翰 他知道吗 他知道我喜欢的 就是他不喜欢的 他会尊重你的粉丝吗 我们一起聊聊 今天在现场就来一个相亲版 我们找来四个不同类型的女孩子 等一下大家在我们那个后面的屏幕 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 然后这四个人分别有不同的职业 不同的特点 我们让妈妈和李翰 分别问这四个姑娘一些问题 来看看他们最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好不好 欢迎我们的四位姑娘 欢迎我们的四位姑娘 咱们让四个姑娘说说你们是做什么职业的 从一号开始 一号姑娘 你好 我是小学老师 二号 大家好 我是公司的白领 三号 我是酒店经理 谢谢 四号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刚刚毕业 现在还没有固定工修 你看 你现在从第一直觉 你会觉得 哪一个是你要的类型 我觉得 二号 掌声请求我们四位美女到台前 你好 来 来往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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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类型 来我们这样 全力交给李翰和妈妈 你们分别可以问三个问题 来问这个对面的四个女孩子 来得出你们的判断 妈妈先问 妈妈先来吧 第一个问题 你们的学历如何 我是本科学历 我也是的 我就是 文化程度不是很高 然后但是凭我的自己努力 然后奋斗来的 所以谢谢 刚刚本科毕业 好 你们平时娱乐的时候 会经常去哪玩呢 我喜欢运动和KTV唱歌 我喜欢游泳 我平时就比较宅 我比较平时喜欢旅游 一年大概要出去旅游两到三次 来第二个问题 你们常回家看看父母吗 会给父母做一道菜吗 我们家的饭菜都是我烧的 谢谢 我不会做饭 很抱歉 我平时做但是很少 因为我父母都工作很忙 他们常年都是在国外的 所以我就算少做 也不行 也凑不到一块吃饭 第二个就是我不会做饭 一点不会 那你平时怎么吃饭呢 都是你家里有保姆 他会给你做 然后就自己 我连烧个开水 我估计都不太会 都不会 像开水都不太会 好 李汉第二个问题 你们都是什么专业的 我是英文专业的 我是学管理的 我就是从福岩做起 然后做到酒店 大堂经理 谢谢 这姑娘走这条路不容易的 我是学艺术的 我是学电影制作的 妈妈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假如结婚以后 当你们的老公和双方的父母 发生冲突了 你会站在哪个角度上 我是帮理不帮亲的 我会在中间帮他们沟通的 我跟一号一样 也是帮理不帮亲 那要是两个人 都认为自个儿有礼呢 对 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对 不会再从容调解 然后不会让就是 两方的家长比较尴尬这样 就是不会激化矛盾 是吧 对 四号 肯定是谁对帮谁呗 但是我肯定是 偏向我老公的 因为我自己的爸爸妈妈 我肯定是摆着平的 然后所以我肯定会是 偏向自己另一半 对 应该去看 对 是要帮着公公婆婆 因为自己家父母 关起门来怎么说都好 对 我怎么说都行 好 也是有意思 嗯 你猜 嗯 最后一个问题了 对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嗯 你们觉得我怎么样 你别说了 因为之后我也得问 好重要啊 不能光说我看他们喜欢 对 谁挑我也很重要 对吧 对对对 那要他们怎么描述呢 一句话 一个几个词 一百分满分的话 打分 打分 一百分满分 从外貌 学历 呃 气质 气质 包括暂时来讲 对我的性格上的分析 呃 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善良 然后又很喜欢 很有自信 喜欢表达自己 但是限制会有很多 所以说我给你的分数是78分 我 小两点 小两点 不到八点 来第二位 我挑喜欢朋友的 然后幽默的 85可以 83分 对 对你来说已经是很高 很高的 我打问一下 我问一下 你最喜欢哪个男艺人 我喜欢吴彦祖 那吴彦祖在你心里有多少分 80完美的呀 你给他打120分 对啊 我要给吴彦祖打150分 好 来 第三位 我给男嘉宾就是打算是82分 那男嘉宾外貌上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但是有一点我不太喜欢 就是他是兔牙 因为我也是兔牙 但是咱俩要是以后要是亲一个磕着了怎么办 他是什么 他是什么 兔牙 兔牙 哎呦 我的咋 那您再找个理论去 找个理论去 找个理论 不是这姑娘 那你说兔子跟兔子谈恋爱的时候 亲吗 他们俩一般不靠情 她们靠眼神 哦 所以眼门也可以快 你说呢 所以我 所以人嘛 还是得亲的 其他政治爱好方向 我觉得我们俩还是挺合的 因为我也是学艺术的 所以总体82分 他们俩问了一三个问题啊 现场朋友有没有发现啊 完全不一样 妈妈的三个问题 问的是 谁适合做媳妇 谁适合结婚 对 李翰的三个问题是 谁适合做女朋友啊 我要跟谁谈恋爱 你们两个也问了这么多问题 也观察了啊 分别写出一个 你们众议的女孩子 不要让对方看见哦 分开来写 然后转过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来 再转过来 给我们的这个镜头看一下 显然母子在这发生了分歧啊 分别陈述一下理由 妈妈 你说挑选一号的理由 就是在感官上这么感觉 就是他比较肯学习 第二个有个责任感 第三个孝顺父母 我觉得这个很优秀 在这个当今社会这个女孩子当中 而且还很朴素 哦 好 来李翰 你说说你选三号的理由 三号的 有一种信念特别的吸引我 而且 他给我打的分也挺高的 我喜欢 我这个人 我有稍微有一点自卑 我喜欢 更爱我多一些的人 四号 说我是兔牙 然后 我倒没有那个生气啊 确实也是兔牙 但是 稍微嫌弃我的 我怕 可能后期 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我不喜欢 强迫任何人 做不喜欢做的事 我要选的话 我很可能会选四号 我看中他呢 外貌都比较好 相信他也会努力 而且 现在怎么说呢 我也许被世俗化了 人俗啊 经济条件很好 他有个很好的平台 这个我想很多年轻人得认可的 所以他还是站着父母那一边啊 其实一开始我就说 妈妈会选一号 对不对 然后其实他选三号我也猜到了 因为他是妈妈培养出来的 为什么 他需要一个不停表扬他 鼓励他 以他为中心的女人 所以我说他要是少爷 他要找个丫鬟 三号是一个小 其实是个丫鬟 是他奋斗上来的 对 他适合他 而且他可以给他做一个表率 你要把三号领回你家去 你怎么跟妈妈过这一关 首先我觉得三号 我问他娱乐活动 他说他很宅 作为他来讲 他很宅 他工作很努力 那他为什么要宅 可能因为他要存钱 他有其他的梦想 所以出去玩必定要花钱 那女生有的时候不花钱 那就要男生花钱 那谁来过日子呢 对吗 他做饭的时候他不会做饭 但是他说他很少做饭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会做饭 无非就是把菜弄熟了而已 但是这个东西可以在后期慢慢的学习 我愿意和他一起学习 包括他对于自己的工作都这么努力 过日子我相信他更能够一起配合一起努力 如果他够爱我的话 专业上虽然他没有专业 但是我想就像一个人是一张白纸一样 如果没有专业反而是更好的一种方式 你并不介意对吗 妈妈你同意吗 你接受我不太同意 第一他没有文化水平 当然了我不是伤害你 我是说这件事情 学历不高 第二他宅 现在是好多女孩子都在家里电脑 宅你很忧郁 不开放 这个开放是文化交流问题 不是说到外的疯疯扯扯 他没有朋友 就很麻烦 第三个做的是经理 酒店经理 生活不规定 你挑人家 人家看不上 看得像你儿子呢 现在几个姑娘表表态 你愿意不愿意跟她恋爱 愿意不愿意跟她稳定的发展下去 我是觉得她还是有点小孩子不太适合我 你喜欢的女人是那种小女人 比如说我们的三号 对 我就是比较强势可能跟我的职业有关系 这样子 谢谢你 她不能带给你女药的安全感 是这个意思吗 对的 我为什么不选男嘉宾 是因为男嘉宾刚刚也说 希望找一个爱她多一点的 我就不一样 我就喜欢找一个爱我多一点的 这位男生就是 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所以你看四位姑娘的态度也非常明确 但是现场中的年轻人 小小泰吧 会选择李憨的 觉得这小伙子还不错啊 来 举个牌 谢谢 来 放下来 你看啊 这绿油油的牌子举了一片 四个姑娘也各有说法 您有没有有点打击啊 有一点 可是也习惯了 为什么 会不会就是有的姑娘或者是有的观众朋友 因为这个婆婆打的绿牌 不会 大家点头了 来 李浩问了一个问题 我们现场表决 因为旁边坐的这位妈妈才举了绿牌的 现在举牌表示一下 好 谢谢 妈妈你想到了吗 我看在座都是九零后 六零后的太少了 只有还有妈妈做的呢 我明白 现在你准备给你儿子找一个六零后的 你准备给你儿子找一个六零后的 就是我这个团队 我这个团队没有 所以父母该不该干涉孩子 大姐你这个思维叫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 谢谢 到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末期改革开放的初期 所以呢 有两种计划 一种叫指令性计划 一种叫指导性计划 就指导性计划 只是一个倾向性 你可以听 可以不听了 那么我建议你 对你儿子的这个婚事或者他的恋爱的事啊 才去建议性计划 你可以建议 你可以参谋 我建议你做他的什么呢 做他的秘书 做他的助理 做他的后勤部长 但绝不要垂怜听证 那我这里谢谢您了 而且您要有个信念 既然认为儿子优秀 我一定相信这个儿子 他会处理的 所以您刚才看 您就老不相信90后 90后跟您是有大大的不同的想法 所以万老师还是觉得妈妈干涉的多了 当然是干涉了 你可以建议 我觉得妈妈是有必要建议的 因为你的儿子是一直在你的建议下长大的 他一旦脱离 他不习惯 他的人生已经习惯有你了 我们老师说 父母跟亲子关系应该逐渐分离 但你们家分离起来特别慢 那要给彼此一定的时间和空间 到什么时候 尤其是这个儿子 我觉得要做的更多 你要学会争取 把领地拓展拓展再拓展 因为妈妈是比改变起来很难 但你改变起来是容易的 所以你的改变才能带动妈妈改变 你争取过女孩子吗 你真的爱过谁吗 你有没有不顾一切的说 我要为这个女孩子付出的 有过这种生活吗 没有 有吗 从来没有过 对 我觉得李蕾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 非常好在什么地方 你看 你说 一再说你孝顺 你就把孝顺理解错了 你以为你妈让你看什么 你就干什么 就叫孝顺 不是的 你真的孝顺的话 你向你妈妈学习 你妈妈真的是一位很值得学习的母亲 她只是 只不过 我认为只不过是 方法和分寸有点问题 但是她的那种负责任 那种敢担当 你得学过来啊 然后总有一天你跟妈说 妈你看我跟你一样 有责任有担当了 你妈就开始放手了 当你比你妈还有责任担当的时候 你妈会放心的放手 是不是这样 谢谢你 易老师 做完这期节目 我会渐渐的放手 谢谢你 谢谢易老师 那今天易老师给了很多建议 对 最后你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 而你孝顺老师在自己的父母身边 早晚有成长的过程 我呢 就像那个易老刚给我写的建议型的 对吧 一点一点撒手 要扶持他们再成长 因为儿子的幸福呢 也是我的幸福 他要是幸福了 我也很高兴 谢谢你 妈妈你看着李翰 李翰你也看着他 你他刚刚说的这些话 你信吗 信 妈妈 哈哈已经长大了 嗯 嗯 是时候给自己放下架了 嗯 谢谢 其实我觉得啊 我看儿子 我去看 所有呢 只是一个很具体的事情 它背后折射出来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这个民族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反应 因为在辛亥革命以前 雅片战争以前 我们这个社会人与人的关系 就是人生依附关系 儿子依附于父亲 妻子依附于丈夫 小民依附于官府 对吧 下级依附于上级 全国依附于皇帝 大错特错 这才有了辛亥革命 才有了五四运动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 然后再到改革开放 我们这个民族走过来 我们争取的是什么呢 是这八个字 对 独立不由是我们的理想 我们不能够在 这样一些小小的事情上 就一夜回到旧社会 我希望大家能够 不管是择偶也好 是择业也好 还是做别的什么选择也好 记住这八个字 独立人格 自由 不管什么样的选择 最终都要承担代价 可是那个代价 是他自己承受得起的 那就是独立 那关于自由呢 没有任何一种自由 是不昂贵的 这就是成长 下一集节目 我们要说说什么呢 高富帅会选灰姑娘 还是会选公主呢 我们下期节目 也许让大家看 再见